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多老师 前一段时间 武汉大学出现了一名腹泻 呕吐的人员 经过检查确认是霍乱 霍乱是和鼠疫病列的中国甲类传染病 这条新闻一出 许多小朋友非常惊讶 甚至有些恐慌 发私信问我说 霍乱到底可怕不可怕 有没有可能出现大流行呢 之前我们讲过鼠疫 那么这一回就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霍乱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 霍乱它的这个发病的激励 以及它的传播的方式 霍乱是由霍乱胡菌引起的 霍乱胡菌带着一个尾巴 边毛可以游动 那么这种霍乱的胡菌 它在自然界里其实就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说在江河湖海中 江河湖海中就有霍乱胡菌 因为江河之中有很多的这个像贝壳 像这个虾这样的甲壳类的动物 这个甲壳类的动物它身上有这个壳 这个壳我们生物上叫做脊钉质 而这个霍乱胡菌它就喜欢分解脊钉质 然后来给自己提供营养 所以它就容易寄生在这些贝壳 或者虾之类的这些动物身上 那么假如说有一个人 这个人他吃了含有霍乱胡菌的这种动物 或者是喝了这个含有霍乱胡菌的水 那么它就会感染霍乱胡菌 这个霍乱胡菌进入人体之后 大部分会被胃酸杀死 但是如果有一些侥幸的 没有被胃酸杀死的 进入到了这个小肠里面 进入到小肠里面 这是肠道 进入到小肠里面 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可怕了 为什么呢 因为霍乱胡菌会附着在这个小肠绒毛上 然后它分泌出一些毒素 这些个毒素是可以进入到小肠的细胞里面的 进入到这个细胞里面之后 会迫使小肠细胞打开氯离子通道 我们知道细胞有细胞膜 它是阻止离子进出的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通道 它可以允许某些离子进入或者是出去 那么这个毒素就会让这个氯离子通道打开 于是细胞里面大量的氯离子 就会进入到细胞外边 也就是来到了这个肠子里边 于是就会出现大量的氯离子进入到肠道 氯离子进入肠道之后 本来这个小肠是可以吸收钠离子的 但是因为现在小肠里边有氯离子 所以钠离子吸收不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氯子带的是负电 然后钠离子带的是正电 它们俩相互吸 是吧 所以小肠里边有很多氯离子 就会留着很多钠离子 氯和钠合到一起 就是氯化钠食盐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肠道中的这个水 它的浓度就会变高 我们要明白 这个水有一个特点 它就愿意往浓度高的地方走 对吧 就越咸的地方它就越容易吸水 那你这个肠道里边有很多的这个高浓度的水 所以它就会吸水 从哪吸 从我们细胞里边吸水 所以细胞就会怎么样 就会脱水 是不是 细胞就会脱水 细胞脱了的水跑哪去了 跑到这个肠道里边去了 跑到肠道里边之后 这个肠道里的水越来越多 那这个人会怎么样 这个人就不停地上吐下泄 就有很多的这个便便 是吧 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是有一些便便的 但是再往后它这个便便就没有什么黄色了 就变成了这种水一样的便 就是像桃米水一样的颜色 因为典型的霍乱患者 他每一小时都会拉出一升的水 是吧 一天会拉出20多升的水 一升水有多少呢 就是大可乐瓶 大半瓶一升水 是不是 那它每一小时都拉这么一大可乐瓶 你可以想象它后来就没有什么份了 它这个便出来的就是一些这种 像桃米水一样颜色的这个粪便 那么这些粪便里面含有大量的霍乱胡菌 它会怎么样 它会污染像水源或者是食物 对不对 那么污染的水源和食物又会进一步怎么样 去污染其他的人 如果其他人吃了这些 含有霍乱胡菌的水源或者食物 就会造成霍乱的大爆发 这就是霍乱的一个传播的途径 那么霍乱之所以可怕 就是因为霍乱是通过粪口传播的 假如说一个地方人很多 那一个人感染霍乱之后 通过粪口传播 就会传染给很多的人 是吧 所以它就特别可怕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霍乱的症状吧 霍乱的这个症状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霍乱会造成这个感染者上吐下泄 是吧 这腹泄不止 但是这个是典型症状 其实多数的感染者 超过80%的感染者 它的症状都是没有症状 或者是非常的轻微 就是偶有腹泄 是吧 非常的轻微 多数感染者 其实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 但霍乱之所以可怕 是因为它还有一些少数的典型的感染者 这个少数感染者是少于20%的 那它会出现典型症状 这个典型症状就是上吐下泄 那上吐下泄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人会迅速的脱水 脱了水之后 你的血液中含水量很低 于是这个血液就失去了运送氧气的能力 就会造成这个人多器官的这个衰竭 对吧 器官的衰竭 同时这人电解质会紊乱 因为你脱的不仅仅是水 你还有很多的像钠离子 甲离子 这些对人体特别重要的离子 都跟着水一起跑掉了 所以人体内的电解质也会紊乱 最后这个人就因为各种原因 器官衰竭 肾衰竭等等一些原因 这个人就死了 他的死亡率非常高 一旦出现了这种典型的症状 这死亡率超过了50% 是吧 所以霍乱第一个是传播特别迅速 第二个是一旦发病 死亡率就特别特别高 这也就是霍乱特别可怕的地方 因此它跟鼠疫一样 是我国的甲类传染病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了霍乱的传播途径之后 它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因为现代医学已经给出了霍乱的治疗方法 霍乱的治疗其实非常简单 那就是及时的充足的补水 因为霍乱致死的直接原因就是脱水 你把水补进去就行了 对不对 那么古代人也知道霍乱应该喝水 为什么古代人还死了呢 因为我们脱的不仅仅是水 还有很多电解质 是吧 钠 钾 所以你补充的最好是生理盐水 要么就直接喝 要么就是注射 是吧 你及时大量的补充生理盐水 这个人就可以救过来 是吧 有统计就是如果能够进行及时补水的话 死亡就会从50%下降到不到1% 是吧 所以霍乱已经没有那么可怕了 即便我们没有生理盐水的条件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简易的办法来做 那是什么呢 就是一升水加上半勺盐 因为盐里面就含有很多的 这个我们需要的物质 对吧 还有就是6勺糖 糖可以帮助我们吸收 如果你没有生理盐水 你就可以用这种办法来配置溶液 然后就可以治疗霍乱了 是吧 所以现在看起来 霍乱的治疗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应该学会霍乱的预防 怎么样进行预防 通过我们刚才的讲解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霍乱的主要传播途径其实就是水和食物 它里面含有霍乱乎菌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要怎么样 我们只要保证水和食物的安全 是吧 水与食物它的卫生就可以阻断霍乱乎菌的传播 只要你能够保证水和食物的卫生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不喝生水 对不对 不喝江河里面的水 要煮开了再喝 食物你长期不吃的话你拿罩里把它罩上 或者是放到冰箱里边 是吧 不要让这个沾有霍乱乎菌的苍蝇 飞到这个食物上传播霍乱乎菌 再有比如说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 是不是 注意手部的清洁 这都是阻断霍乱乎菌的方法 所以我们只要做到小月生手册里写的 饭前便后要洗手 是吧 不喝生水 不吃腐烂的食物 我们就可以阻断霍乱的传播 因此现在在工业化的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霍乱几乎已经绝技不见了 我们国家每一年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霍乱病例 每年几个 几十几个 二十几个 对吧 但死亡的好多年都没有了 就是因为霍乱这种疾病 在一个能够保证水和食物安全的国家 它几乎是不太可能会爆发的 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 全世界还有300到500万人会感染霍乱 大概要死几万人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国家是没有安全的水和食物的 主要集中在像非洲 东南亚或者印度这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几乎不用担心霍乱会在中国爆发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在历史上人们谈到霍乱感觉到这么可怕呢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 都觉得霍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这是因为人们认识霍乱的传播方式 不是一帆风顺的 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 人类是如何认识到霍乱的传播方式的 这对于霍乱以及其他的传染病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来讲一讲1854年英国的宽阶事件 英国伦敦有一条街叫做宽阶 它在1854年的时候爆发了一场霍乱 而这一场霍乱促进了一个学科 就是流行病学的诞生 原本霍乱军只存在于印度的恒河流域 因为我们知道印度人喜欢喝恒河的水 然后排的便又排到恒河里边去 所以恒河地区一直有霍乱的传统 但是没有扩散出去 后来因为英国侵略者进入到了印度 于是就把这个霍乱军带回到英国 英国伦敦因为工业化的原因人越来越多 聚集了很多很多的人 但是卫生条件却没有跟得上 所以从1817年开始英国就频繁地爆发霍乱 到了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时候 爆发了三次严重的霍乱 而尤其以1854年这一次霍乱为最甚 所以在19世纪的30年代40年代50年代 英国连续爆发了三次霍乱 都非常严重 死了好几万人 英国的这个伦敦的城市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下水道的问题 就是说人要排便 但是这个便你怎么排走呢 是吧 英国人特别聪明 他们发明了一种叫做抽水马桶的东西 比如说这是一个楼房 这个楼房有很多层 这每一层都安装了一个抽水马桶 这个抽水马桶可以让人排便 那个便传到什么地方去呢 它底下加了一个大的这个化粪池 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粪便就可以存着了 是吧 那么当然这个粪便最终也是要流走的 只有两个途径 要不然就是派一个掏粪工把这个粪便给掏走 要不然就是挖一个管道把这个粪便排到这个泰晤士河里边去 是吧 那有的时候掏粪工来不及了 这个粪便可能还会溢出来 于是就溢到了这个街道上 溢到街道上 他们就挖了一个这种沟渠 让这个粪便顺着这个沟渠走 最后找到一个口就怎么样呢 就排到了这个泰晤士的河里边 排到了泰晤士河里边 好 所以当时伦敦泰晤士河也是这个伦敦最大的一个下水道 是吧 那么因为有很多的粪便就在街道上待着 所以这个伦敦就是臭气熏天 人们管的叫胀气 在这几次霍乱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 这个之所以会出现霍乱就是因为英国太脏了 那里边有很多的胀气 这个胀气就是霍乱的原因 那时候人还不知道什么细菌呢 就说这个胀气里边还有一些有毒的东西 所以就有这个霍乱了 但是有一个英国的医生 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斯诺 这个约翰·斯诺他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就说好像这个霍乱并不是因为胀气原因引发的 而是因为英国人喝了有污染的水 他有一种水源论的说法 说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霍乱是由于胀气引发的 那么你从肺吸进去 应该最开始有症状的是你的肺 而不是你的肚子 但你为什么一霍乱之后你拉肚子呢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约翰·斯诺发现什么呢 就发现在远处有一个煤矿 这个煤矿的工人是远离英国的伦敦主城区的 没有受到那么多胀气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这些矿 煤矿的工人偶尔也会爆发霍乱 就这些事就促使他认为不是空气引起的 而是水引起的 而且约翰·斯诺还特别善于调查 他做了一些调查 比如说他首先调查了一些水井或者水泵 首先调查了一个水井 他发现有一些水井是在这个污水渠旁边的 所以就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污水渠的污染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水井 这个水井抽取地下水 抽取这个地下的这个水 然后人们在这里用一个那种农村的那种压水的那种泵 把这个水泵上来 这个叫A水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B水泵 这个B水泵 这个B水泵它也是抽取地下水的 然后他就发现说假如有一个污水渠 这个污水渠是往这边流的 那么在污水渠上游的这个水泵 你就从这儿喝水的人 他感染霍乱的人就少 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污水渠下游的水泵里边取水的人 他感染霍乱的人就多 那为什么呢 他就说明也许是这个粪便把这个水井给污染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喝了这个水井的水那就容易感染霍乱 就这么一个调查 是吧 所以通过这个调查 他已经发现了好像是因为水原因造成的 另外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 就是他发现这个自来水公司也有差别 有一些水是抽的地下水 还有一些是依靠英国自来水公司给这个用户送水 那么自来水公司它的水从哪来呢 也是从泰晤士河这来 是吧 比如说在泰晤士河这儿有两个自来水公司 他们都是在这个泰晤士河这儿取水的 这个叫A自来水公司 这个叫B自来水公司 它都是在泰晤士河这儿取水的 但是我们知道河流是有一个流向的 比如说河流是往这边流的 是吧 这个是水的流向 那这样一来 B这个公司它是处于河流的上游 它就没有受到这个污水渠这些粪便的污染 对吧 而这个A自来水公司它的取水点是位于河流的下游 它就受到了污染 是不是 于是他就想说 如果真的是由于水造成的话 那么这个B公司 喝B公司水的人他应该感染的少 喝A公司水的人他应该感染的多 对不对 他就去调查 是吧 去挨家挨户的问 说你喝的是哪个公司 你有没有感染祸乱 挨家挨户的去问 但问的时候很多用户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水是从哪来的 是不是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斯诺还是有办法 他就回去研究了A和B这两个公司的水 发现这两个公司因为经过一些处理 它的这个盐分含量不一样 是吧 有一个公司的盐分是另外一个公司的4倍 于是他就管这些用户要水 然后拿着这些水去做调查 这样来他自己把这个水源给区分开了 是A公司还是B公司的 他调查了44个死于祸乱的病人 结果发现这44个病人里面 44个这个死亡的病人里面 喝这个A公司水的人有38个 喝B公司这个水的人有6个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喝这个下游的水就更容易感染祸乱而死亡 对不对 所以这几点其实斯诺已经认识到了 这个祸乱其实就是存在于水中 当然他没有认识到这个水里边是有病菌的 他只知道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是在这个水里面的 然而当时大多数人还是不相信他 因为水看起来非常的晶莹剔透 好像看起来不脏 对吧 而空气中的这个味道非常难闻 人人都能看得见 所以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个病毒是存在于空气当中的 那么真正改变人们认识的是在1854年的时候 在之前其实英国已经爆发了几轮祸乱 死了好几万人了 那么在1854年的9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事件 就是有一个英国伦敦的街道叫做宽街 在这个宽街的地方 一天之内就死了上百人 在三天之内死了500多人 宽街都被这个拉棺材的车给堵住了 斯洛拿到这个报纸之后非常震惊 他决心要把这个谜团给揭开 说这些人为什么都在宽街附近死呢 他去调查了之后发现 在宽街的中央有一个免费的水泵 大家都可以到这里来取水 是不是 于是他做了一件事 叫做死亡地图 也就是说他把每一个在这场疫情中死亡的人都记录下来 然后把他们所居住的位置画下来 结果他就发现离这个宽街水泵越近的地区 死的人就越多 离宽街水泵越远的地区死的人就越少 如果一个人他离别的水泵近 那他就死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他离这个宽街水泵近 他就死的可能性很大 这不就说明了这些人都有可能是因为在宽街取水 所以才感染霍乱的吗 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但是斯诺并没有就此止步 他调查了84个人 结果发现这84个人里面还有八个特例 这八个特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一些 有八个人他们死于一场霍乱 但他们并不是住在这个宽街水泵附近 而是离其他的水泵更近一些 为什么这八个人也死了呢 他经过仔细调查发现 这八个人里面有三个学生 这三个学生虽然住得离这个水泵远 但他上学的地方离水泵近 所以他每天放学的时候就会在这个水泵里边喝水 结果他们就死了 还有三个工人 这三个工人也是他住的地方离得远 但是他上班的地方离着近 所以他上班的路程中他就会在这里喝水 结果就死了 是吧 还有另外两个人没有找到 这已经直接说明了关系了吧 斯诺还是没有停止 他继续做了一个调查 他发现说如果我认为离这个水泵越近的地方 那么就会死亡的人数越多 那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就是我离这个水泵很近 但我没死呢 他发现离水泵很近的地方有一个济平院 也有人说是个监狱 是吧 咱们就假设它是个济平院吧 这个济平院就是给低收入的人 提供工作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里面有535个人 这535个人里面都没有死 是吧 都没有死 按说他们离这个水泵这么近 他们为什么不死呢 他就去找这个济平院的这个院长 就问说你们是怎么喝水的 结果他发现原来济平院里边自己是有一个水源的 自己有一个这个水泵 而且他自己这个水泵它的水源是来源于这个B公司的 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他们就没事 是不是 是 这就证明了不喝这个水泵的水 他就不会死 对吧 另外还有一个啤酒厂 这个啤酒厂里面的工人没有死亡的 为什么呢 去调查了之后发现原来啤酒厂的工人允许喝啤酒 所以他们每天几乎都不喝水就喝啤酒 而喝啤酒的时候 啤酒制作过程中要进行加热 这个加热过程会杀死这个霍乱护菌 所以他们也不死 是吧 现在我们就证明了 第一 离这个水泵越近的地方死的人越多 第二 离得远的没死的 是因为他们也喝了水泵的水 第三 离得近的 死了的 是因为他没有喝这个水泵的水 你看这个证据是不是已经非常充分了 这就已经证明了这个水泵是霍乱的源头 对吧 我们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比如说有两个班级 一个老师叫A 一个老师叫B A这个学生80%都学得好 是吧 B这个班级里边只有20% 是吧 比如说这个学得才好 那我就问了说你是不是可以证明 这个A老师教得比B老师好呢 这个不一定 因为首先有可能这个学生本身不一样 对不对 你进来说你分班 那A学生这个A班就比B班要好 你不能证明老师的水平 其次就算你最开始分的班是一样的 两个班级的学生水平一样的 也不能就证明A比B这个老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要证明说 A班里边还有个学得不好的 他为什么学得不好 对不对 结果你一看这个学生上课从来不听课 所以他学得不好 跟老师没关系 是不是 不仅如此 你还得证明说 那B班里边还有学得好的学生 他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学生上课的时候 经常偷偷都跑到A班去听课去 如果你这些证据链都已经完成了 你才能证明说A老师教比B老师好 否则你不能通过说 A的班级优秀率高 B的班级优秀率低 你就说A老师比B老师好 对不对 这个就没有道理了 是吧 好 斯诺在两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些工作 因为他知道每耽误一分钟就会多有一个人死 对吧 完成了这个工作之后 立刻就跑到了市政府 跟市政府的官员就说 说我们应该把这个水泵给卸了 那您看我这个原因做得非常充分 后来市政府的官员就同意了这种做法 就把这个水泵的把手给卸了 从这个水泵的把手被卸掉了之后 这霍乱就被止住了 第二周就再也没有人死 所以说斯诺对于制止这场霍乱的这个爆发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过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为什么就在1854年的时候 这个水井出现了问题呢 之前这个水井为什么不出现问题呢 是不是 这个问题是被他的一个朋友 名字叫做亨利·怀特·黑德发现的 这个亨利·怀特·黑德 他实际上是一个牧师 他想证明说这个霍乱的爆发其实跟水和空气都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上帝发怒了 是吧 但是后来怀特·黑德反而在自己调查的过程之中 间接地就证明了这个斯诺的这个观点 他们居然成了好朋友了 是吧 这怀特·黑德怎么调查呢 他就反复地去想说这个霍乱的源头在哪儿 经过仔细调查他发现了零号病人 零号病人是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没坚持几天就死了 然后他妈妈就把沾有他排泄物的这个尿布给扔了 扔到什么地方呢 就扔到他们家旁边的化粪池里边 而这个化粪池就离这个宽阶水泵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斯诺他们就怀疑说 是不是这个化粪池的墙壁漏了 是吧 这个粪就污染了这个水源 结果他们就把这个化粪池打开看 结果发现果然他们这个化粪池墙壁漏了 这些大量的粪便都污染了这个宽阶水泵 于是这个水泵里边的水被污染了 造成了这一次霍乱的一个爆发 这是一次非常经典的流行病学调查 那斯诺也创建了这个英国的流行病学学会 流行病学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我们不光要知道这个疾病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那它怎么治病的 同时我们还要知道它是如何传播的 约翰·斯诺对怀特·黑德说 未来也许没有人记得我们 但是霍乱大爆发也将会成为历史 因为我们知道了它传播的知识 所以我们就可以消灭它了 约翰·斯诺 你错了 历史永远记住了你 因为约翰·斯诺开拓性的贡献 他被誉为流行病学之父 到今天在伦敦宽街原来水泵的那个位置 依然会有一个红色的一个花岗岩的石头 旁边还有个酒吧 叫做约翰·斯诺酒吧 尽管约翰·斯诺弄清楚了霍乱的传播途径 可是霍乱的控制却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英国城市化过于迅猛 卫生条件也迅速恶化 在20年的时间里面 英国爆发了三次霍乱 死亡了3万人 因为霍乱的发生 英国政府意识到城市的化粪池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污染源 所以就非常简单粗暴的 把大量的化粪池都给填埋起来了 禁止人们向化粪池里边倒大粪 但是人总是要排泄的 你不让我在化粪池里倒 那我只能倒河里 对不对 所以泰晤士河的状况就越来越恶劣了 到了1858年的夏天 干燥的天气使得河水快速蒸发 水位急速下降 河里的粪便仿佛被烧开了一样 恶臭翻滚弥漫 人们不需要去河边 只要你在家里就能够闻到泰晤士河的恶臭 整个伦伦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化粪池 女王本来想去泰晤士河游玩 走到半路就受不了了 英国议会的窗户都打不开 而议员就往窗户上撒柠檬水 希望能够掩盖臭味 这个事件最终促使英国政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就是修建完善的下水道系统 从1859年到1865年 英国花了6年的时间 修建了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化的城市下水道系统 并且沿用至今有150年了 从此之后 英国就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霍乱 其实霍乱是非常好控制的 它不能通过空气传播 没有清洁的食物和水源 霍乱就没有爆发的条件 所以说霍乱虽然是一种疾病 但是它的解决方法却不在医院里 而是在下水道和自来水公司 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只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话 那霍乱就一定会一次一次的爆发 遗憾的是全世界依然还有20亿人 没有清洁的水源 主要是在非洲 东南亚 还有印度 我们没有能够消灭霍乱 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知识 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消灭贫困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 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